是不是你看阿姨漂亮不过 太漂亮了 头是自己演的 遗传一般人好像怕接受不了 好看 一个风景线 我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我跟你说我99 你瞅瞅今天来相信的这位大爷 上来就对大妈疯狂表白 一点都不藏的掖着 真是大浪漫过船为干 疯狂啊 很多老铁留言说 喜欢小咖的邪后语 今天咱们先来个小互动 拉屎啃鸡腿 请接下一句 看完视频后 我们评论区见 话不多说 咱们继续 师叔我坐一看你 长得有点像一个人 有人说你像过 长得像谁吗 没听说过 我怎么觉得有点像孟非老师呢 我儿子像孟非 是吗 我儿子一副一副的孟非 我觉得您有点像啊 有明星像啊 没有 还别说 不知道的还以为 孟非又添了个儿子呢 大爷说了 除了有副药眼的皮囊 咱还是有真本事的 这不 一回到家 大爷就开始展示自己的才艺 挺好 看来这老年大学还真就没白上 这二胡拉的是真不错 可孙大爷说了 虽然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十分丰富多彩 但是依旧感到白天不懂夜的黑 美到深夜 更是孤单 所以对于这次的相亲 大爷是非常重视的 我们要找老伴买个新床 是吗 这床也新买的 任何女人跟奶油 我说这个 怎么买个这么大的床 一个人住 我现在自己就是大铺 奶花 现在就再掉块 奶油会掉 孤枕难眠啊 你这是 大爷有一个儿子不在身边 一年只能回家一次 平日里都是大一个人独来独往 所以大爷找老伴非常的迫切 那就赶紧说说对另一半的要求吧 年一没两以上 嗯 孙宝就完了呗 嗯 其实有点这个气质吧 其实不是说漂亮 有点精神头 走道啊 不用我掺的就走 老二胡给老伴听 老二胡给老伴听 老伴会唱歌更好 我希望找个老伴出去啊 溜达溜达啊 开车会有车 嗯 儿子给买个车啊 嗯 那你拉着老伴我开一辈子车啊 嗯 拉着在玩儿里面 扭上哪儿去走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您就是想找一个会唱歌的阿姨了 哎 最理想会唱 那问题他也欣赏你啊 嗯 另外这 互相欣赏啊 对 除了要秩序相同 大爷还有一个硬性要求 必须得有心动的感觉 必须找自己心动女神 心动女神 我看来老太太真相呀 还叫多愁脸 那有没有主动过呀 我呀 有 成功了 没有啊 年纪 免离我了 一定能找到心动女神 一定 我看有希望 有希望吧 加油老来伴 晚年看得穿 夕阳无限好 搀扶到处玩 根据大爷的要求 红娘找到了今年62岁 退休金每月2000元 有房子剩的吗 这大街挺时尚啊 这个 我爸挺爱美的 该咋施展 啊 你这个头分染的吗 不是 啊 我家那个遗孙三十多岁白发了 是吗 三十五六八 大妈三十多岁就已经是满头白发 走在大街上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还成了很多摄影师的预定模特 照片都是 老多了都是我的 看看 这都是你的明星照啊 对啊 都是我的照片 啊 很多很多 哎呀老多了 啊 他们家伙都是 那个妈都好几万了都 年轻漂亮的盛大妈 不仅喜欢拍照 还特别爱穿衣打扮 对自己花起钱的毫不手软 大妈说了 之所以这么舍得花钱 还要从她那不堪回首的婚姻说起 在婚姻情绪期间 就外头就有影儿 啊 不止一个嘴一个 因为她长好看 哎呀就生不了气 完了回来就桌呀 耍酒疯啊 就打呀骂呀 哎呦天 那日子过得真是 一手眼泪要出来 就不因为什么 啊 早上班走好好的 完了晚上回来 就喝多了 就开始打你呀 就是有门有钥匙不开 刚刚踹呀 时间踹呀 哎呦天 过得不是日子 我说哪个我不是顾家人也行 就离得外外 在那家里全都是我 年轻时候那张买大白子 从桂里路 那张在桂里路那边上班 整个车就往回推 我自己推 在单位有那个煤呀 绊子 那摄那个平房啊 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平房 完了烧那个煤炉啊 完了那个在单位 整的块儿煤就剪出来 完了那个整点绊子 各自行车 后面拖着往回家整 他啥都不整 啥都不干 大妈长得漂亮 又勤俭直家 这前夫咋就这么不懂得珍惜呢 因为生女儿 要给我姑娘要打死 哎呦我都故意求她 就因为生个女儿 重男轻女 对对他家也是重男轻女 他也是那味儿 因为重男轻女 大妈收集了委屈 为了不辜负余生 大妈决定结束这段噩梦般的婚姻 离婚后 大妈独身十多年 一直到现在 如今在女儿的致死下 大妈也想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好好为自己活一把 现在那啥 那个孩子也说 妈妈你都四十多了 都六十多你快找吧 有些我不想找了 那你得找啥样的呀 现在就是 正经八百过日人 身体好 就是那个 就是工之够花 完了是干净利索 了解完大妈的情况后 红娘觉得 孙大爷跟生女大妈很合适 于是安排了两人的见面 没想到 两人一见面 孙大爷就杀不住车了 那嘴就跟抹了白糖似的 师傅你看阿姨漂亮不过 太漂亮了 头是自己演的 遗传一般人好像怕接受不了 好看 一个风景线 又能跟你在一起 我们老年大学 我们班 就是一个题目 我们小区也是个题目 切的瓦巴多一份 这意料之外 我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我跟你呢 我99 真是麻要拌小菜 瞅你最喜爱 久汉冯甘雨 真真喜欢你 看到大妈后 大爷的那颗小心脏 就开始小鹿乱撞 看着大爷如此满意 红娘赶紧趁热打点再添马进 真是您在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啊 果然男人都是视觉动物 看见心动的女人 别说掏钱 要命都拱手送上 要嫌没成功的大妈们 看到这找到原因了吧 赶紧的 该擦粉擦粉 该苗没苗没 好好爱自己才是硬道力 虽然孙大爷对大妈非常满意 但是大妈这边还有个硬性条件呢 您那个有没有假牙 刚刚 那不是假牙 就写个硬文翻假牙 就没了 这么大岁数 有颗假牙不是很正常吗 得亏大爷不差钱 不然牙口这块上就被淘汰了 到现在这俩人是挑水取了个卖菜的 人对同也对 虽然哪哪都满意 但是未来的经济问题 这座大山还是需要过的 你要跟阿姨在一起 接下来生活怎么过呀 她当家 都交给她 前面我说了算 那说了算 你想不想要女人的工资啊 或者什么的 没那想法 家里有病的话 能不能一脚踢住 不可能 那一切包 狐狸啊 你得关心她啊 有多钱拿多钱呢 像小孩儿孔子玩呗 娃娃 娃娃 小孩儿 去摆她 手心里的宝 鞍子 我就拿她当亲老伴就带 就完了 对对对 我也拿你 当自己的亲老公 真是长了个拜年的嘴 净说好话 大眼大爷说到做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八哥 咱们评论区线